大家看到这上面这张照片了吗 这是发生在费城的 这个今天发生在费城这个 铁路车厢里的一幕啊 三个戴着头巾的黑人 teenager 一开始在向四个中国的这个男性学生挑衅 就觉得他们的这个口音是中国口音 对他们使用了这个 Racy Slur 就是就是这种 这种种族歧视的口吻 对不对 就说比如说就go back to china you guys bring us the coronavirus之类的话 对不对 极其的侮辱性 可是这四个男的 这四个美种的中国学生 居然用手挡住头啊 不敢回声的 不敢回骂 也不敢还手啊 就被这几个这三个包着头巾的黑人小女孩 极尽侮辱之能事的 这时候呢 旁边走上来一个亚洲的一个女孩 言辞拒绝他们 结果呢 这三个 这三个畜生般的黑人女孩呢 就把矛头转向了这个亚洲女孩 勇敢的亚洲女孩 并把她摔倒在地 拳脚交架的殴打她 这是什么样的畜生啊 你妈逼啊 对不对 受了白人的气 你妈来欺负我们亚洲人 你算什么本事 还有这几个男的 你妈你算人吗 你看见有人 有自己的同胞那里挨打 居然不敢出声 而且这个事情是由你们而起的 对不对 这个被打的这个女生 是为了给你们 帮你们伸张正义 制止 在你们身上犯罪 你看这几个傻逼 蹲在座位上 用手挡住头 你妈跟懦夫一样 这你妈东亚病夫 丢人呐 妈这个男的 看到自己的女头猫被打 居然不上前制止了 这三个这个畜生啊 围着这个中国女孩 全打脚踢了 他们居然无动于衷 所以你看中国人的心肠 多么的硬 黑人是多么的恐怖 你妈黑人 这你妈不要脸啊 他们真的应该是 让他们滚回非洲啊 go back to african啊 这帮人 这完全没有进化好的 这帮人就是 就是跟黑猴子一样 animal啊 你知道吧 你妈的居然挑衅中国人 那中国人最不爱惹事 可是这几个懦夫的中国人 也真你妈让中国人丢脸啊 顶顶个肥兽尬残啊 你妈的 女同胞出头 制止 制止犯罪 你妈你们更应该站起来 对不对 制止去犯罪 被三个黑人小女孩 骂得跟狗屎一样 你妈 你还算人吗 要换韩国人 换日 换了别的族的人 早就站起来跟他们拼命了 你妈你要是个人 你妈站起来跟他们拼啊 我顶你个肥兽尬残啊 fuck you啊 真的没